这期继续讲小镇第54篇,没事,你放心吧,没那么脆弱,如果连这点事都经受不起,那就证明他还没有康复。 柯正清说道,钟向辉真是感觉这事特别棘手,但这个烫手的山芋已经结了,现在扔出去也不是个事。 那行,柯书记,时间不早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我及时向你汇报。 钟向辉最后说道,第二天一早钟向辉开车接了柯杰直奔白马寺,他既然说了是来烧香球签的,那就赶紧办完事,早点滚蛋。 听我哥说,你现在负责扶贫工作,这活很难干吧,柯杰少有的提起了钟向辉的工作,问道,现在哪有好干的工作? 人穷至短,马寿茅长,尤其是老百姓,如果一直很穷的话,他们也会很自卑,所以,要想让他们致富的话,先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 柯杰淡淡地说道,这话倒是让钟向辉有些意外,问道,你还懂这个,不简单啊。 怎么,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傻子吗?这点问题都认识不到,柯杰非常不满地问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不是体制内的人,没想到你对体制内的事还能这么了解,而且,一般女孩子对这些工作上的事根本就不上心,更不要说你没有从事过这种工作了。 钟向辉说道,柯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不再搭理钟向辉,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仿佛在想心事,白马寺在云山县西北的山脚下。 柯杰说,这里的香很灵艳,但钟向辉并没有感觉到这里的香火有多么旺盛,相反,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白马寺刚刚开门,一个香客都没有。 柯杰很是大方,拿了一千块钱,直接投进了透明的功德箱里,负责打扫大殿的僧人,看到了这一幕,悄悄放下手里的扫把,向后面走去,不一会儿,一个看起来德高望重的僧人走了出来,站在大殿里,注视着跪在佛像前念念有词的柯杰。 大师,我想求一支签。 柯杰磕完头,站起来对僧人说道。 大师点点头,没有说话,将签筒递给了柯杰,柯杰双手抱着签筒,然后来回摇晃,直到一支签掉在了地上,这才停止。 柯杰捡起竹签,双手递给了大师,期待着大师解签。 施主是要问什么?问姻缘,问前程。 柯杰淡地说道。 大师,看向钟相辉问道。 这位施主和这位女施主是什么关系呢? 朋友关系。 钟相辉说道。 大师又看向柯杰问道。 你问姻缘,那么是否可以让这位施主听呢? 柯杰一愣就明白了大和上是什么意思了,于是看向钟相辉道。 你先出去转转吧。 嗯,我一会出去找你。 钟相辉看看这白马寺也不像是个黑店,于是就在院子里转转。 柯杰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视线,但是他们说的话钟相辉已经听不见了。 钟相辉在院子里看着这雄伟的大殿,忽然想起了钱王的老宅。 虽然钱王的老宅比不上这里庄严肃穆,但那也是有一百多年历史沉淀的。 如果家以包装也能忽悠不少人去那里参观游玩,现在的人有几个人不爱钱呢? 钱王,钱王,当然是钱很多了。 既然现在的人这么爱钱,家以包装宣传一下。 再把钱王的塑像树立起来,就像是这大殿里的如来佛像,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参观摩拜,渴望自己发财呢? 钟相辉想到这里,好像一下子茅塞顿开,觉得钱王阵经济发展,可能有一个新的路子了。 于是钟相辉在这白马寺里,前前后后逛了个遍。 柯杰自从解完签之后,一直闷闷不乐。 钟相辉也不好意思问他,于是就带着他到处玩。 借以排解心情,不用说那支签的结果肯定不理想,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这么郁闷。 钟相辉,你是陪我来的,我看你倒是玩得挺开心啊,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心情不好吗? 钟相辉一直不问,柯杰终于忍不住了,有些生气地说道。 你问的是姻缘,我哪好意思问你结果啊,不过看你这态度好像不太好吧,怎么样? 是不是这辈子嫁不出去了,嫁不出去也没关系,你家里这么有钱有势力,直接在白马寺旁边给你盖一个尼姑庵,你可以在这里出家啊,你看现在来烧香的人多了。 这白马寺香火还真是旺盛,看来不少赚钱呢,我想着是不是也搞个这玩意儿,不过这玩意儿是不是需要申请什么营业执照之类的? 我可是听说,很多寺庙都承包出去了,庙里的和尚都是假的,白天上班,晚上回家。 钟相辉一点都不顾及柯杰的心情,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多,把柯杰气得哑口无言。 钟相辉,你说得没错,大师姐的签说我这辈子嫁不出去了,我看直接找你得了。 柯杰非常不满地说道,既然大师说你嫁不出去,那就是真的不能嫁,你想想啊,如果姻缘签上说不能嫁。 你硬是嫁给我,这不是有为天道吗?是要遭雷批的。 钟相辉此时此刻完全忘记了柯正清说不能刺激柯杰的话,他的这些话哪句不如刀子一样,刀刀见血。 柯杰满脸怒气,恨不得一巴掌呼死他,但是他忍住了,他时刻告诉自己,自己现在是个正常人,不能像以前那么疯了。 看你这么兴奋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是不是觉得我倒霉你就很高兴,你这人呀,真是一点情意都没有,我哥算是看错你了,还把我托付给你。 他的眼瞎了。 柯杰非常不满地说道,钟相辉意识到自己如果再刺激,他可能就真的要出事了,于是收敛了自己的得意忘形, 把自己想到的关于钱王阵扶贫的事情告诉了柯杰,柯杰听完之后眼前一亮,死死盯住钟相辉,看得他有些发毛。 钟相辉,你真是个人才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祈祷今天带我来白马寺吧,不然的话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搞精品民宿的。 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让他来考察一下,说不定可以投资你们钱王阵,到时候你们是不是就可以发展经济了。 快点谢谢我柯杰仿佛一下子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兴奋地对钟相辉说道。 钟相辉听他这么说,一下子愣住了,他没想到还有这么个意外收获,这倒是意外之喜。 你说的真的假的,不是骗我玩的吧? 钟相辉有些不信地问道。 我骗你玩干嘛,我说的是真的,你不信的话,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们那个地方叫什么? 我邀请他明天过来考察一下,这样总行了吧,有钱大家一起赚,如果你们那个地方合适的话,他投资肯定也会赚钱的。 我是给他介绍生意,也是给你们介绍投资,一举两得吗? 柯杰非常笃定地说道。 钟相辉没有拦着他,柯杰翻找了一下通讯录,然后拨打了电话。 为了让钟相辉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还开了免提,这倒是让钟相辉对他刮目相看。 他虽然有时候非常不讲理,但是没想到还能帮上自己。 你们那是什么地方? 电话接通之前,柯杰小声问道。 云山县,钱王阵,和江城市接壤,离江城市区不到50公里,如果能建成精品民宿的话,钱王阵完全可以吸引江城那边的人来着度假游玩。 钟相辉话没说完,电话接通了,他赶紧止住了自己的话头。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开口就叫柯杰,妹妹两个人以姐妹相称,柯杰也没有废话。 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对方,对方对这事情很感兴趣,查了一下工作安排,说明天就可以过来。 挂了电话之后,柯杰有些得意地看向钟相辉问道。 怎么样?我不是个累熬吧?有时候是不是还有点作用?如果这个项目做成了,你们那个镇上的经济是不是能有起色?你现在负责的扶贫工作是不是也能有转机? 钟相辉心里虽然对这件事情非常期待,但是看到柯杰得意的表情,于是又开始刺激他。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不要得意得太早,等到你的朋友真的能够投资,项目落地之后你再来我面前嘚瑟也不晚。 钟相辉淡淡地说道。柯杰看了他一眼,扑斥一声笑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高兴,只是在我面前强忍着罢了。 钟相辉,我和你无怨无仇的还帮你这么大忙,你有必要表现的和我有多大仇事的吗? 钟相辉心里确实很高兴,但是他不想看到柯杰太得意,所以强忍着内心的兴奋,这种表演其实也很辛苦。 哎,问你一下,你那个姻缘,签上怎么说的? 钟相辉即时转移了话题,还是柯杰最不想谈的话题,他发现,要对付柯杰这种女人,就只能采取这样的手段。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朝他的头上浇一瓢凉水,让他清醒一下,否则的话,他可能就上天了都说百马四的签很灵。 我看灵艳个屁,那老和尚说我十年之内找不到男人,我的天啊,十年之后,我还要男人干什么?柯杰不屑地说道,一个人如果想笑,但是又不敢笑出来,确实能憋出内伤。 钟相辉现在就处于这种境况,两眼目视前方谨慎地开车,但是内心狂喜,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地笑出来,这种滋味,真是太难受了。 你这个朋友什么情况,明天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接待呢? 钟相辉想到了这个正事,问道,人家投资不投资,还是要看你们的基础条件怎么样,位置怎么样,而不是吃几顿饭的问题,所以,在招待上你,不用下功夫,只需要把你们的故事讲好就行。 我这个朋友,投资民宿酒店十多年了,很有经验,所以,你们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 实话实说,不要想着坑他,如果一旦感觉到你们缺乏诚意,有所隐瞒的话,那他肯定不会和你们做生意了,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招商隐私。 项目落地之前和落地之后,当地政府完全是两副嘴脸,前妹到位之前,恨不得叫人家爹,前到位之后,恨不得让人家叫你们爷爷,你可不能这么干。 柯姐嘱咐道,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你朋友来了之后,我会原原本本地把钱王震的情况介绍一遍,如果觉得还可以,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谈,如果觉得这地方荒郊野岭的没有什么投资价值,那就算了,我肯定不会坑他。 再说了,我坑了,他你也不会放过我,你哥也不会放过我啊。 钟向辉非常有自知之明地说道。 虽然耿小蕊没有接受钟向辉的建议,跟着他来见一下柯姐,但他不得不考虑耿小蕊的感受,于是将请柯姐吃饭的地方定在了云山大厦。 钟向辉打电话告诉了耿小蕊,此时他还在工地上,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回到了云山大厦。 钟向辉说,自己有事出去一下,将柯姐一个人扔在了酒店的包房里,他直接乘电梯到达了顶楼,耿小蕊刚刚洗完澡,还没有换衣服,工地上尘土飞扬,他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洗澡。 你干嘛啊,别闹了,客人在下面等着呢,我穿好衣服,就下去,你先出去吧。 钟向辉将紧紧穿着内衣的耿小蕊抱在了怀里,两个人向后倒在了沙发上。 面对这钟向辉不老实的手,耿小蕊只能提醒他,下面还有客人呢。 我们的地盘听我们的,让他在下面等着,我先把我们的事忙活完之后再说,好几天没有和你在一起了,我早就想你了,看你这么忙也不好意思提要求。 哎,你说,你那个破功成阶的,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两个之间的生活质量。 钟向辉恬不知耻地说道。 是吗?我以为你,已经通过其他手段解决了呢。 耿小蕊笑着说道。 我能有啥屁的手段,啥手段,也没有你这个手段好使啊。 钟向辉说完,一个香吻堵住了耿小蕊的嘴,两个人在沙发上扭动起来。 当钟向辉和耿小蕊一同出现在包房门口的时候,柯杰就知道刚刚钟向辉去干什么了。 再看耿小蕊,好像刚刚经过了一番打扮,虽然长得不如自己好看,可是气质在那摆着呢。 他和自己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气质,这一点,柯杰不得不承认。 耿小蕊有一种英姿萨爽的味道。 耿小蕊看了一眼钟向辉问道。 怎么,你不打算介绍一下吗? 钟向辉本来是想等着大家都坐下之后再介绍的,没想到耿小蕊先发难了。 不用他介绍了,自我介绍一下吧。 他对我也不太了解,我叫柯杰,从省城来,这次来云山县是去百马寺烧香的。 感谢钟主任在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带我去了一趟。 我听他说过你,耿总是女中豪杰,管理的这么大一个公司还天天往工地上跑,真不简单,比我强多了,这件事我可干不了。 柯杰少有的谦虚了一下说道。 钟向辉本来以为他的自我介绍就这样了,但是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句话让钟向辉和耿小蕊心里挺别扭的。 我爸我妈是省里的领导,我哥现在是红山市团委副书记,我从小就娇生惯养,所以没干过什么事,也没有正式工作过,没办法,他们都不让我工作。 我每次想出去找个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他们都说有他们就够了,我只需要在家里看看书,养养花,弹弹琴就可以了,连饭都不让我做,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习惯。 和耿总是没法比啊,听说耿总很小的时候就在打天下了。 柯杰说道,这TMD是妥妥的法尔赛。 钟向辉现在后悔让两个女人见面了,他本来是想在耿小蕊面前洗清自己,但是没想到柯杰这个猪队友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而是在故意捣乱,所以上来就这么大的火药味儿,这饭还怎么吃啊? 我们小老百姓当然不能和柯小姐这种金枝玉叶比了,所以我们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拼了命赚的。 柯小姐,这顿饭算我请你,放心吃,绝对干净。 耿小蕊也不是善茶,反口就开始疗牙。 耿小蕊虽然说得也不好听,但是柯杰不以为意。 既然各自的牛逼都吹完了,那么剩下的话题肯定就是钟向辉了,于是,这两个女人把话题转移到了钟向辉身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很好奇,钟向辉是省立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方呢? 而且,你们两个是怎么勾搭上的,反正现在菜也没有上来,说说呗。 我问过钟向辉,他不告诉我柯杰撅着嘴说道。 钟向辉这个时候,很想躲出去,但是很明显如果自己躲出去了,这两个人不知道说什么呢? 所以,还得在这里充当着一个裁判的角色,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能斗到什么程度。 如果谁处于劣势,还得悄悄地拉一把,事情不能做得太难看。 不然的话,这就是一锤子买卖没有下一次了,本来一锤的买卖挺好的。 可是柯杰说他那个朋友是搞民宿投资的,所以钟向辉又觉得,不能舍弃了柯杰的这条线。 哎,人啊,只有在有利益的时候才能想到你的价值。 说句实在话,钟向辉和耿小蕊的结合,耿小蕊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采取了种种威逼利诱的手。 断,才把钟向辉搞到手,当然,这也是因为钟向辉和文静的感情并不是那么牢固,如果真的牢不可破,就没有人能够攻破。 我觉得,这属于个人隐私,柯小姐这么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吗?耿小蕊当然不会上当,一句话就对了回去。 哦,对不起,我对这不太了解,这属于个人隐私吗? 我觉得,如果是正当的接触,恋爱,这不应该是一种很甜蜜的回忆吗? 算了,既然耿总不愿意说,那我就不问了。 柯杰风轻云淡地说道。 虽然柯杰这么说,但是耿小蕊心里已经起了疑虑,他和钟向辉之间的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而这个柯杰和钟向辉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刚刚柯杰说自己和钟向辉之间的事情没有告诉他,那么柯杰刚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正当的接触,恋爱,难道自己和钟向辉之间的接触,恋爱,不算正当吗? 一想到这里,耿小蕊的心里就有些意外。 柯小姐今年多大了,耿小蕊及时地换了一个话题。 这是一种谈话的技巧,如果你在某个话题上不想深谈,那么最好在做一个敷衍的回答时,就想到自己要发起一个什么话题讨论,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会处在一个被提问的位置上,这样对你来说永远都是被动的。 哎呀,女孩子的年龄是不能问的呀,耿小姐不知道吗?柯杰敷衍地回答道。 但是耿小蕊没有给他再次发起话题的机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柯小姐和我年龄应该差不多,好像比我还大一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像你们这种家庭的孩子,应该都结婚挺早的吧? 而且,家里安排结婚的挺多的,不像是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可以自由恋爱,愿意找什么男人,就找什么男人,哪怕是找个渣男呢? 不合适就及时换,这就是小船好掉头吧? 不像你们这种高门大户的,结了婚,如果不幸福,也只能是一辈子硬撑着了。 至于能撑到什么时候,那就看两家之间什么时候没有什么利益往来了吧。 我接触过很多高官子女,都像我说的那样,不知道柯小姐是不是将来也会这样的耿小蕊的这番话,简直就像刀子一样,刀刀致命啊。 柯杰的脸色已经变了,但是耿小蕊并没有打算饶过他,而且他看得出来,柯杰对钟相辉有那么一点意思。 所以趁着自己现在手里的刀还管用,必须要砍掉他的念头,让他从此没有这样的想法,不然的话,今天的软弱就是明天给自己挖的坑,还是自己把自己给埋了。 服务员,上菜,怎么这么慢? 耿小蕊的话音未落,钟相辉熬的一嗓子,吓了两人一跳。 干嘛啊,吓我一跳。 耿小蕊说道。 钟相辉笑了笑,看了两人一眼,回头指着菜单上的菜说道。 我看了看菜单,今天准备的都是热菜,所以两位就没有必要再拱火热菜了,再热菜就不能吃了,给我个面子行吗? 哎,你这个人,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拱火了?我们这不是在正常的交流吗? 你没见过女孩子之间交谈吗? 耿小蕊白了他一眼说道。 柯杰也是个聪明人,虽然耿小蕊刚刚那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插到了她的心里,但是她也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和耿小蕊翻脸,无疑是让钟相辉下不来台,那么后面还怎么处呢?于是借着耿小蕊的坡就下驴了。 耿总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在正常的交流啊,你要是听不下去啊,可以出去帮我们催催菜。 柯杰看似站到了耿小蕊一边,但其实也是想稀释宁人,今天的交锋就到此为止,来日方长,看谁能笑到最后。 两个女人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但战火总算是暂时熄灭了,钟相辉看着服务员上菜,于是端起酒杯,提议为大家的相见喝一杯,虽然各怀鬼胎,但是该演的戏还是要演下去。 因为柯杰的朋友明天要来考察投资,所以柯杰就要在这里住一晚上,等明天见了她的朋友再说。 酒足饭饱之后,三个人都没有离开云山大厦,耿小蕊给柯杰安排了客房,她和钟相辉到了顶楼的办公室,那里有床可以很好的休息。 饭都已经吃完了,为什么不让她走?耿小蕊有些不满地说道, 我觉得今天真是不对啊,你的表现好像有些出格,我和其他女人接触的时候,你也没有吃这么大醋啊,今天到底怎么了? 再说了,我和她又没有什么事,你放心,我和她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呀,刚刚从精神病院出来,你觉得我会和一个精神病女人好伤吗? 钟相辉问道那我哪知道,你万一饥不择食呢?扯淡,就是再饥不择食也不能对她下手,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刚刚说她们的婚姻关系都是家人安排的,不能自己做主,就是不幸福也要挺一辈子。 你说这话的时候,我真是很紧张,因为你说的都是她的经历,她的前男友就是我们县原来的县团委副书记斗天磊,我和斗天磊是什么关系啊? 你觉得,我会和柯姊好上然后得罪斗天磊吗?这不是扯淡吗?钟相辉说道。 什么?他们是这种关系,那现在呢?他们两个分手了。 耿小蕊明知故问道。 可能早就分手了,因为分手的事情,柯杰得了抑郁症,有一段时间还送去了精神病院,最近才刚刚出来,说是康复了,但是如果刺激性很大的话,说不定还会犯病。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对她就够刺激的了,以后不要再说这种事了,你把她的病刺激出来,我们可赔不起。 钟相辉说道。 是吗?那倒是挺吓人的,不过她已经和斗天磊分手了,你完全可以有机会啊。 耿小蕊也遇到。 钟相辉摇了摇头说道。 哎,有些事你不懂,男人的心里很奇怪,就像很多人一样,门前的那块地,就是荒废着也没关系, 但是隔壁邻居如果想在这片荒废的地方种菜,那是绝对不行,所以你看我和斗天磊的关系虽然不错,而且,她也说过不介意的事,但是怎么可能呢? 矫情,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耿小蕊骂了她一句,然后抱着她的脖子,两个人倒在了床上,一番颠乱倒凤天以大量。 早上的时候,钟相辉给柯姐打了个电话,才知道,她的朋友要从省城赶来,也要到中午了,于是倒头就睡,中午到,时间还长着呢,抓住耿小蕊,又行了一次周公之礼,两个人仰面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这一切仿佛都不太真实,但是确确实实发生了。 工地上的事情怎么样,没有什么异常吧? 钟相辉问道,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不过秀水湾那个工地上周围山的人时常会过去看看,说是要参观学习,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事,所以我让人盯着他们,只要他们过去,我们就更加小心,生怕他们使坏。 耿小蕊说道,周围山那个人很不是个东西,你一定要小心,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个办法,既然他想在你的工地上捣乱,那么我就去抄他的老巢,总不能让他们这么顺风顺水。 钟相辉说道,去抄他的老巢,什么意思? 根据魏金明之前调查的周围山的资料,我才知道,这个家伙是在乡镇上经营沙场和石头矿起家的,那个镇也是,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去扶贫调研的时候,我去看看,顺便鼓动一下镇上,把他的沙场和土石矿都给他收回来,这样的话,他的老巢就没了钟相辉说道。 耿小蕊文言摇摇头说道,这恐怕不太容易,他既然能在镇上经营这么大的生意,这种生意,一般都是垄断性的,如果镇上的领导没有得到好处是不可能允许他这么做的,所以我没猜错的话,镇上的领导应该已经被他喂饱了。 喂饱了也没关系啊,喂饱了就让他们再吐出来,要么是吐出来,要么是把周围山清理出去,让他们自己选。 钟相辉胸有成竹地说道, 耿小蕊开始的时候没有明白,但是后来想清楚了,没错,钟相辉还有一把隐藏的刀子,那就是铁纹粒。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现在算是看清楚了,谁如果得罪了,你都不会有好下场。 耿小蕊说道, 所以,你要记住,好好听我的话,不要得罪我,否则的话我也会对你下手的。 钟相辉开玩笑道, 中午的时候,终于接到了柯杰的朋友,三个人一起前往前王阵。 钟相辉独自开车在前面带路,柯杰和他的朋友坐在后面的车上。 柯杰的这位朋友也是个女人,但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比男人还要强势的女强人。 见面之后,也只是和钟相辉握了握手,简单说了几句,就不再打理他了。 一副高高在上冷冷冰冰的样子,这虽然让钟相辉感觉很不爽,但是人家兜里有钱啊,自己是求着别人来投资的,当然要和颜悦色巴结着点了。 你这朋友什么来路啊? 后面的车里,柯杰的朋友问道,我也是刚认识不久,李楠,他现在是在扶贫办当副主任,你如果能在这里投资的话,最好可以帮帮他,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没关系吧。 柯杰说道,你少来这一套,我的钱又不是大风挂来的,这些年投资成功的多,失败的少,怎么着? 你想让我在失败的案例中再增加他这一例,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没有投资价值的话,你别强迫我,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再说了,这个民宿投资公司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其他股东还盯着呢,有没有投资价值,人家又不是瞎子,还能看不出来,李楠说道,好好好,你尽力而为吧,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不讲情谊,柯杰假装不满地说道。 李楠文言,看了他一眼问道,你说他是你的朋友,还认识的时间不长,什么意思,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我的天啊,你是什么人呀,这么个穷乡僻壤的,你看上他有什么用啊,你家里能同意吗? 别的不说你哥哥能同意吗?别闹了妹妹,跟我回省城,姐给你介绍一个好的这次你想错了,经过了和窦天蕾那个混蛋一次失败的恋爱,我已经想清楚了,家里的事,我再也不管。 他们给我介绍个猴子,我也不感兴趣,我想自己找我自己喜欢的,你刚刚问我哥同意吗? 还别说,这次我哥倒是挺乐意的。 哎,问题是,人家不愿意呀,人家现在有女朋友,昨天晚上和他们俩一起吃的饭,看着他们俩打得火热,我的心里就凉了一半。 哎,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走一步看一步吧。 柯杰说道,所以说,你是为了讨好他,才把我骗来看什么,民宿投资的对吧? 姐吗?你可不能这样,见色忘义呀。 李楠说道,哎呀,刚刚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你先去看看,有没有投资价值,有投资价值的话,你就帮帮他。 如果没有投资价值,我也不可能让你往里边砸钱听响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呀,为朋友那是两肋插刀,我什么时候插过朋友两刀? 我不可能为了讨好一个男人,逼着你去做这种事,刚刚都是开玩笑的,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投资眼光筹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我们可不干。 柯杰说道,哎,这才像句人话,你刚才要是这么说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害得我白白担心一场。 李楠夸张地拍了拍自己的胸部说道,不过,我告诉你,这个人的确挺有本事的,他是省立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毕业,本来是有机会留在省立医院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回到了老家这里,当一个镇上的干部,当这个扶贫办主任也是前不久的事儿,很有想法,我 哥调查过他,嗯,对这个人评价还不错,你想想,我哥那个人心高气傲的,他能看到的有几个人,既然他这么说,这个人还行,那就是真的不错,待会你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包括办这个民宿的事,也是他想起来的,只是一直在找投资,我想你,既然是干这一行的,不妨来看看,如果能赚钱的话,大家合作也不错嘛。 柯杰说道,哦,这么说还是个有文化的人,我还以为是云山县本地长起来的土鳖呢,李南说话,从来都是有啥说啥,毫不避讳,你这个人嘴太损了,你是到人家的地方来投资的,以后还得指望人家给你服务呢,最好对人家好一点。 柯杰嘱咐道,本来按照钟相辉的想法,他想要让陈长杰组织一下欢迎仪式,但是后来想想算了,人家只是来考察,还没想着在这里投资呢,如果阵仗搞得过大再把人给吓跑了,现在很多地方就是这样。 投资来的时候,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投资落地之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柯杰的这个朋友是常年在外面搞投资考察的,什么样的人阵仗没见过,所以还是先冷静地考察一下再说。 所以,前后两辆车到了镇上之后,就停在了镇政府旁边,钟相辉也没有进镇政府找陈长杰,等着柯杰和李南下来之后,就带着两人在镇上到处转了转,尤其是到了前往老宅之后,打开了厚重的木门推门进去,让两人进去参观了一下,并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这一点李南倒是挺赞成的。 刚才在车上,柯杰把你好一顿夸,说你很有想法,我还不信,不过和你谈了谈之后,觉得你这个人确实挺有想法,尤其是想把这地方变成前往庙的想法很有一套,如果十里八乡或者是更远的地方的人能觉得前往庙还是挺灵的,可能会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到时候镇上的经济包括民宿的住宿就有客源了,大老远来了,不可能拜了拜庙就走,这里都是山路,来一趟也不容易。 留在这里吃吃喝喝待一天也不错,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怎么能把这个老宅变成前往庙呢?李南问道,这个我来想办法,这要和县里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不过我想只要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领导们不会为难我们,这是我来想办法。 钟向辉很有担当地说道,转了一圈,时间已经不早了,中午就没有吃饭,于是钟向辉请柯杰和李南在他上次吃饭的那家饭店点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尤其是钱王鸡。 钟主任,实话告诉你,这里确实不错,但是要不要投资,我得回去和股东们再商议一下。 你看我照了这么多的照片,拍了这么多的视频,都是为了开会的时候向大家展示的。 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自己说了不算,要和大家商量着来,这个你能理解吗?李南说道,那当然了,做生意吗?当然是以赚钱为目的,如果李总觉得我们这儿有投资价值,就好好为我们宣传一下,我们自己也会努力在各个平台里推我们这里的自然风光,还有这里的钱王庙,钱王庙的事情,我回去之后会马上去办,可能有些麻烦,但是我会尽力。 钟相辉说道,两个人正在商谈的时候,柯杰起身去了洗手间。李南看向钟相辉问道,你对柯杰了解吗?我们就是一般朋友,算不上多了解。 我问你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你柯杰过去的一些事情,你可能并不知道他在上一段感情中受伤很深,几乎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但是从我这来这里考察之后,他和我说起你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南问道,钟相辉文言笑了笑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我也并不是对他的过去一点都不了解。 相反,我还认识窦天磊,也认识他的哥哥柯正青,我们都是朋友,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告诉柯杰了,我和他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现在也有女朋友,我想这个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吧。 李南听了钟相辉的话有些惊讶,但是他也放心了,因为他就怕钟相辉是个渣男,骗取柯杰的感情,柯杰可能经得起拒绝,但是经不起再一次的欺骗。 作为朋友,他必须替柯杰出头,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告诉钟相辉,警告他不要胡来。 但是,既然钟相辉早已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而且直白地告诉了柯杰,那柯杰是否接受就不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了,这种事情只能是看个人的命了。 那就好,其实我也想请你劝劝柯杰,不要那么执着,任何事情如果太执念了,可能会让自己进入死胡同,丧失判断的能力,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是一样。 柯杰在上一段感情中,就是对窦天磊陷入了执念,希望他以后凡事看开点,不要钻牛角尖。 钟相辉非常诚恳地说道,李南之所以告诉钟相辉这些事情,并不单单是为了柯杰,结交几个官场上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不说是不是能给自己的企业提供保护,也可以为自己拉来一部分客源,一个地方无论再穷也是有富人的,这些人可能就是将来自己民宿的消费主力。 但是了解一个人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这种匆匆见面之下,要想对一个人深入地了解,窥探这个人的为人那是相当难的,但是可以通过讨论某个话题,看看两人在某件事上的看法,这就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三观,这是最便捷的方式。 所以,当有时候你和某个人谈论合作某件事,你觉得胸有成竹,一定会谈成的时候,可是经过一番交谈,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很可能对方在谈论中窥探到了你的三观,觉得和一个三观不合的人合作,那是相当有风险的,所以,说话一定要相信,但前提你的三观一定要正。 李南通过和钟向辉谈论柯杰的事情,已经了解到了钟向辉的三观,这个人不坏,但至于是不是好还要通过接下来的接触,才能了解到。 柯杰回来,三个人正在喝茶,钟向辉的手机响了,一看又是那个奇奇怪怪的号码,于是歉意地朝两个人笑笑,起身出去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呢?怎么这长时间不接电话?球员在电话中问道我当然是在工作了,你以为我像你一样,现在啥是没有,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钟向辉说道,别扯淡了,我让你办的是怎么样了,他怎么说? 啥也没说,只是说钱太多,他一时半会凑不到,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把钱凑齐,他想和你直接对话,要不然,我们三个人开个电话会议吧,你觉得怎么样? 钟向辉问道,不行,我不想和他说话,你告诉他,我只通过你和他联系,别人我信不过,而且,一分钱不能少,必须按照我规定的时间内凑齐,否则的话,让他想想,下半辈子在哪里过吧? 我这不是和他开玩笑,我说到做到,反正我现在在国外,我有什么可忌惮的呢? 球员非常强硬地说道,买菜还有讨价还价呢,你不能说,一口价不能还吧? 钟向辉问道,钟向辉,这么说吧,如果把钱搞出来,我分你10%,不少了吧,所以,你要努力地逼迫他,越快越好,夜长梦多,我知道,他肯定会找人查我的地址,你放心吧,我明天,就会飞往其他的国家, 让他永远跟不上我,但我就是他的噩梦,一刻也不会让他好受了,还有我肚子里的他的孙子,让他想一想,这点钱不多吧,就算是给孙子的抚养费了。 球员说得理所当然,好像这件事情并没有多么难为情,算了,钱我不要,这个中间人我也不想当,你要是不愿意和他直接说的话,我的转告是没有多大杀伤力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的建议是,我们三个开个电话会议,我陪着你开这总行了吧,对了,周围山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钟相辉问道,他还惦记着周围山什么时候对耿小蕊下手呢? 暂时没什么动静,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但是你告诉杨良平,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他不能一下子凑齐这笔钱,那好,可以分期给我,直到凑齐为止, 但是前期第一次交付,不能少于五千万,否则的话他就是没有诚意,他有多少钱,我心里清楚 球员说道,那行吧,我现在在下乡,等我今晚回县城之后,我会去找他,告诉他你这边的要求,但至于是什么结果,我就不管了,我就是个传话的,你们别把我当枪使 钟相辉不悦地说道,你放心,就算是你不要钱,该给你的好处我不会少,你现在不是当官吗? 如果这笔钱到手之后,一时半会转不出来,我可以转为投资你,你去哪里当官,我就去哪里投资,但前提是要赚钱,这总可以了吧? 我觉得,天下你找不到这么好的事儿了,你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就能得到那么大的实惠,去哪找去? 球员非常得意地说道,你可拉倒吧,我不想要这样的好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杨良平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不好打交到钟相辉说道, 别借啊,这是是互利互惠的事儿,你不想就耿小蕊了,球员问道,你少来这一套,周围山那里有什么消息,你也没打听出来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们怎么对付耿小蕊。 钟相辉无所谓地说道,你得给我点时间,这是哪能那么容易打听出来的,我已经让山庄的白雪找机会套话了,周围山那里不好打听,但是他的手下未闭嘴那么严,所以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你要相信我,在这种事情上我不会骗你。 球员说道,你不要和我耍花样,最好是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否则的话,杨良平那里,你自己去打交道吧,我和他本来就不对付,硬着头皮去帮你搞这种事情,真的是头疼。 钟相辉说道,钟相辉正在和球员通电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发出了嘟嘟的声音,拿开一看是耿小蕊打来的电话,于是赶紧对球员说,待会儿再聊。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现在工地上,周围山那边工地上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打起来了,已经报警,但是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处理,这不会,就是周围山社的局吧? 耿小蕊问道。打起来了,因为什么事啊?钟相辉一愣,他也不能断定这是什么情况。 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拉货的车进出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两方面的人一言不合就动手了,我当时不在现场,刚刚赶到这里,警察也来了,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和那位许局长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先去看看受伤的工人。 耿小蕊说道。行,我待会儿赶回去,到时候再说。 钟相辉挂了电话,等着球员再打过来,但是他迟迟没有动静,钟相辉等不及了,回到了饭店的包厢里。 柯杰,李总,不好意思,县城那边出了点事,我得赶回去,你们是在这里继续考察呢?还是跟我一块回去,回去的路你们都知道了是吧?要不然,你们在这儿再转一转。 我让镇上的领导带你们转一转,他们对这里比较熟悉,你们想看什么,他们就带你们看什么?怎么样?钟相辉说道。 钟主任,要有事的话你就去忙吧,没事,反正我们有车,什么时候走都行,嗯,不用镇上领导陪我们了,我们自己转就行。 没等柯杰说话,李楠说道。那你路上开车慢点,不着急,道了给我个信息。 柯杰追出门来,嘱咐钟相辉道。 钟相辉一路急迟赶回了县城,直接去了秀水湾工地现场。 特别巧合的是,他在现场看到了周围山,带着一群人在工地上指指点点,不知道在说什么事情。 开始的时候,钟相辉没有注意,等这群人开始走动的时候,他才发现,在这人群的中间,有一辆轮椅被人推着,轮椅上坐着的是林文龙因为打仗。 耿小蕊工地上的人都停工了,所以耿小蕊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一个人,就显得很突兀。 林文龙一眼就看到了钟相辉,于是他让推轮椅的人停下了,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然后那群人就突然看向了钟相辉。 更为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周围山居然带着这群人走向了钟相辉。 钟相辉在原地没动,等着他们走上前来,这是他第一次见周围山本人,但是这个人的照片早已让他刻在了脑子里。 魏金明对这个人的调查材料之详细,也让他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如果他猜得不错,这个人在杨良平的手里将充当耿承安的角色,将是未来几年云山县的新晋富豪。 这位就是钟副主任吧,扶贫扶到工地上来了,周围山校校上前伸手和钟相辉握手。 周老板,周老板做这么大的生意,还亲自来工地指导,很敬业啊。 钟相辉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我平时是不来工地的,这不是工地上今天出了点事吗? 手下人不懂事,和你女朋友的人发生了冲突,我刚刚处理好,已经没事了,没想到钟副主任来得这么快, 如果你再晚来一会儿就能看上热闹了,下面的人做事太鲁莽,大家都在一个工地上干活,哪有勺子不碰碗的? 所以,以后,我们还是互相担待点。 你说呢,周围山这个人很会说话,表面功夫做得不错,至少他这么说,就让人无法生气。 周老板说得对,我女朋友那个人呢,年少轻狂,争强好胜,所以周老板还请多淡淡点,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回去之后,我和他好好说说,约束好手下的工人,不再和你们发生冲突。 钟向辉说道,他和周围山没有直接的矛盾,所以,今天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不可能有什么深入的交谈,但是就这么走了,也不符合他的脾气,尤其是看到林文龙之后,他的恼火可想而知,这里有你林文龙什么事儿,你来这里是看热闹的吗? 不在家好好待着,你一个福字来这里找抽吗? 林文龙,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活动了,腿没事了吗? 钟向辉微笑着问道。 林文龙看到钟向辉后,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对这个人的恨是恨到了骨子里,所以,当钟向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有好话呢? 我愿意去哪儿是我的自由,关你屁事儿? 是不关我的屁事儿,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你看这里是工地,要是掉下来个石头啊砖啊什么的,再把你砸死了,或者是把两个胳膊也砸碎了,那你这辈子可就真的完了,连轮椅都做不成了。 有可能是在床上躺一辈子,所以,这种危险的地方以后还是少来,危险的地方不要去,也不要和危险的人待一块,说不定哪天他倒霉的时候也能连累到你。 当然了,你都已经是个残废了,可能也不多那一点倒霉的事儿钟向辉似笑非笑地说道。 钟向辉这句话含沙摄影,不但骂了林文龙,还骂了周围山。 周围山的人,今天突然发难,和耿小蕊的人发生了冲突,这肯定不是意外,而是早就计划好了的。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陷阱,他现在还没想清楚,但是现在,面对周围山,他肯定不愿意咽下这口气,自己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不就给耿小蕊站台的吗? 所以,如果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那也太窝囊了。 林文龙早已气得牙根痒痒,两只手钻成了拳头,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周围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虽然钟向辉指桑骂怀寒沙摄影,但是他的表情依然是淡淡的,看着两人在这儿斗气,他一直在想,钟向辉这个人到底该怎么对付,从杨良平那里,他知道,自己要对付的人,不但是耿小蕊, 还有这个钟向辉。钟向辉,你别在这儿得意,山不转水转,有你倒霉的那一天,不信的话,咱们就走着瞧。 我林文龙自问,没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但是,你为什么就是和我过不去呢?我们兄弟俩都成了残废,虽然没有找出凶手来,但我认定,就是你在背后捣鬼,所以,我也不怕在这儿告诉你,这个丑老子这辈子要是不报,就不姓林。 林文龙恶狠狠地说道,两个人之间,本来还有事有一段距离,但钟向辉文言,向前走了几步,弯下腰来看着林文龙说道, 我骂你怎么了,你倒是打我啊,你敢吗?别说这辈子报仇了,下辈子也轮不到你,我这辈子得罪的人多了,你还敢和我称老子?你他妈是谁啊? 如果不是因为腿站不起来,林文龙此时早已站起来,和钟向辉打一架了,但形势比人强,他连站都站不起来,怎么可能去打钟向辉呢? 别看这群人跟着他,但是真的有人敢打钟向辉吗?钟向辉现在就是愁找不到找茬的机会呢,如果打了他,那他就可以到有关部门去告了。 钟向辉拿出手机摆弄了几下,像是在看时间,然后就装进了兜里,回头看向林文龙的时候说道, 你说得对,你没有什么地方得罪我的,但你在武贤庄村当了那么多年的村主任,到底捞了多少好处,你整个家族是怎么富起来的,心里没数吗? 你本来就是一个渣子,西石民高明知,然后给那些贪官污吏送钱保护着你,我说得没错吧,从镇上到县里,有多少人收了你的钱? 你家里没有账本吗?这些到时候都会翻出来,你最好是把账本放好了,不然的话有些事可是说不清楚的你你你。 林文龙话音未落,钟向辉上前甩开手,就是一个嘴巴子,打得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围着林文龙,钟向辉还敢动手。 我告诉你,林文龙,在这个世界上敢对我称老子的只有我爹,你TMD是谁啊?你敢对我称老子? 这一巴掌是让你长记性,再有下一次我还会大耳瓜子抽你。 钟向辉说道,钟向辉的一巴掌把旁边的人都打懵了,林文龙也猛了,但是瞬间他就醒过来了,立刻指挥自己身边的人要去打钟向辉。 这个时候,钟向辉拿出了手机,把屏幕对准了这些人给他们看,手机正在通话中,而通话对象是许欢局长。 来吧,动手吧,在县公安局局长的见证下,我看你们能把我打成什么样,你们现在是13个人,我自己一个,来吧来吧,动手吧。 钟向辉说道,但是自始至终,这几个跃跃欲试的人也没敢动手,就连周围山和林文龙也被唬住了。 扎字。 钟向辉看看这些人,轻蔑地笑了笑,回头慢慢离开了。 周大哥这是就这么算了,我这巴掌就白挨了,林文龙愤愤不平地说道。 兄弟,小不忍则乱大谋,杨书记吩咐的是,我们不能不办,如果这个时候把他得罪了,他闹出更大的乱子来,可能耿小蕊那边的事就不好办了,你还是再忍一忍吧,这家伙得意不了几天了。 周围山说道,上了车之后,钟向辉的手已经开始发抖,倒不是因为打林文龙的那一巴掌给震的。 而是因为,刚刚那种情况,如果不是及时拿出来手机,唬住了这些人,他们把自己打一顿,自己也没什么办法,毕竟对方人多是重,而自己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所以,这种事情也只能做一次,好运气,迟早是要用完的。 许局长,刚刚谢谢你了,没有挂我的电话。 钟向辉歉意地说道,你这又是搞得什么幺蛾子,怎么还学会打架了? 许欢皱着眉头问道,那个林文龙确实欠打,我原来在老胡镇的时候,各个村里都很配合工作,但就是这个五贤庄村,因为有林文龙这个村主任,一直和我对着干,很多工作都没有法推进下去,而且,他在村里横行霸道,简直就是一个村霸,但是没有办法。 他和杨书记关系很好,所以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我也就是瞅准机会而能过过手瘾。 钟向辉说道, 对方那么多人,一旦把你打一顿,你不是现吃亏吗?这种事情,以后还是不要做了许欢说道。 行,许局长,听你的,以后肯定会小心点,过几天我还要去市里,如果到时候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和曲书记约个时间吃个饭吧,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两口子了,怪想他们的。 钟向辉投桃报李,立刻想着约见一下屈身晚和腾南春。 行,到时候再说吧,最近县里比较忙,我也脱不开身,你什么时候能约见他们?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抽时间回去一趟。 许欢领了钟向辉的好意。今天耿小蕊工地上和周围山的人发生了冲突,这是到底怎么调查的?有结论了吗? 钟向辉最后问道,这是还在调查,没有确切的结论,等有什么结果,我再告诉你吧。 许欢说道,钟向辉没有急着去找杨良平,而是给耿小蕊打了个电话,约在云山大厦见面。 被打的人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吧?见了耿小蕊之后,钟向辉问道,问题不大,都是皮外伤,就是这是太窝乡了,周围山这个混蛋,这是要动手了吗? 如果就是这样搞点麻烦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耿小蕊说道,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只是开始,明天我去齐连镇摸摸他的老底,到时候再说,反正不能让他好受了。 钟向辉说道,然后他又把今天自己在工地上和林文龙发生冲突的事情也说了一遍,耿小蕊看看他笑道, 你还真是会欺软怕硬啊,林文龙反正也打不过你,多给他几个嘴巴子也没问题。 球员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催杨良平给钱,如果再不给钱的话,他就要采取措施了。 你说这是该怎么办?钟向辉问道,这无所谓啊,狗咬狗一嘴毛,让他们去咬吧。 我待会儿去一趟杨良平家里,在办公室谈这种事情,杨良平还是有些心理优势的。 如果是在他家里谈,可能这种心理优势就会大打折扣,老婆孩子在家是最好,如果他不答应球员,他身边的那些人都好过不了。 以球员的脾气不但是要把杨良平送进去,杨冠宇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钟向辉说道,事实证明,人一旦狠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就在钟向辉和耿小蕊商量怎么帮球员传话的时候,陈涛敏已经在杨良平家里了。 陈关镇的工作怎么样?我听说现在陈关镇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陈文明基本不去上班了是吧? 虽然他很实相,但是你在陈关镇也不要过于跋扈,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才行,给我好好干,别出什么岔子,出了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两人在书房里坐定,陈涛敏还没有说话,就被杨良平训了一顿,因为这段时间以来,陈涛敏很少去找杨良平汇报工作。 杨书记,您放心,陈关镇的工作我一定做好,不会给您丢脸的,我今天来是因为有别的事情陈涛敏说道。 别的事情,什么事情? 球员? 陈涛敏只说了两个字,杨良平的脸色就变了。 球员,你什么意思?杨良平迅速稳定了自己的心神,淡淡地问道。 我知道球员出国了,他今天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找您,说是有些话让我转告你。 陈涛敏看着杨良平渐渐变化的脸色,心里有些得意,心想我伺候了你那么多年,就得到一个镇长的位置,其他的什么好处都没有,现在也终于轮到我收租子了。 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想平平安安地度过下半生,最好是把他的要求放在心上,一个亿不多。 这些年桃花镇山庄的收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所以他觉得,你拿出这笔钱来,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一直这么拖下去,总不是个办法。 他的耐心是有限的,到时候一旦撕破了脸,谁的好处都没有了。 陈涛敏淡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情,一个钟向辉知道,就够了,他没想到,球员会把这事告诉陈涛敏。 他真是这么和你说的吗?杨良平脸色异常难看,如果不是在自己家里,他早就发火了。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有一个时间限制,明天十二点之前给他答复,如果不给他答复的话,他就要采取行动。 陈涛敏说道。 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告诉他了,这事不能着急,我一时间凑不出来这么多钱,他这事,把我往死里逼啊,我出了事情,他一样拿不到钱,何必呢?杨良平有些恼火地说道。 杨书记,这事也不能全怪他,如果您同意了他和杨冠宇的事情,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陈涛敏又在杨良平的心上扎了一刀子。 如果其他人说这话,杨良平还可以当作别人不知道他和球员的关系,可是陈涛敏明知道他和球员的关系,还这么胡说八道,如果自己同意了球员和杨冠宇的事情,那不是承认自己和自己儿子共用一个女人了吗? 这种丢人的事情,杨良平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的,可是陈涛敏知道这事,还在自己面前拱火,他能不生气吗? 陈涛敏,你再说一遍试试。杨良平脸色铁青地问道。 杨书记,我这不也是着急吗?如果球员真的不管不顾把你给供出去,后面很多事都没法处理。 陈涛敏提醒道,球员把这事告诉陈涛敏,就是为了尽快拿到钱。 只有把杨良平身边的所有人都发动起来给他施加压力,因为指,要杨良平一倒,依附于他的人肯定会倒霉。 他不相信杨良平会有那么高风亮节,即便进去之后也不把这些人供出来,所以,只要这些人不断地给杨良平施加压力,甚至帮他凑钱,那么自己就能早一天拿到钱,这是一举多得的办法。 单单依靠一个钟向辉,是靠不住的你是害怕了对吗?如果我进去之后,你们都好不到哪里去,挨个在外边等着点名吧。 杨良平说道,陈涛敏善善地笑了笑没说话,其实他没有说的是球员已经承诺,如果拿到钱会给他10%,这笔钱本来是要给钟向辉的,但那家伙不要钱,所以他需要一条疯狗不断地在杨良平面前狂吠,而陈涛敏是在合适不过的人了。 杨书记,其实这事也不难,把钱给他就是了,你要知道,如果您一旦出了事情,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人,上面还有霍副市长,还有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 陈涛敏又提醒道,杨良平文言,火气慢慢地压制下去,因为他知道,虽然陈涛敏说得不好听,但却是事实,这么多年来,自己经营人际关系,送出去那么多钱,为自己谋得了现在的位置和利益, 那些人一旦知道,他遭遇了这样威胁,一定会丢阻宝居,说不定杀手已经在路上了,到时候倒霉的,不但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 想到这里,他不得不让自己镇定下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陈镇长,这妖巧啊,来找杨书记汇报工作啊。 钟向辉在杨良平家门口,正好遇到了陈涛敏,这家伙奉求援的命令,把杨良平威胁了一顿之后,就要离开。 钟向辉,你怎么会来这里,走错地方了吧? 陈涛敏回头看看杨良平的家,问道。 没走错地方,我有些事要向杨书记汇报,他在家里吗? 钟向辉问道。 在家呢,我刚刚和他谈完,不过听说你在工地上打了林文龙,有这回事吗? 陈镇长,你什么时候调到公安局了,这事也归你管吗? 本来这是我管不着,但是秀水湾那个项目是在城关镇的地盘上,你一个扶贫办副主任去秀水湾项目工地干什么,还打了人。 我告诉你,林文龙要给城关镇投资一个工厂,是我招商引资过来的,你不要再找他麻烦了,否则的话大家都不好看。 陈涛敏说道。 他给城关镇投资一个工厂,陈涛敏的话让钟向辉有些诧异。 对,是我招商引资来的。 陈涛敏说完,转身上了车开车走了,钟向辉站在原地,一直等到陈涛敏的车尾灯消失在拐角处,他才回过时而来。 林文龙哪来的钱投资工厂,这时一听就不靠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呢? 回头查一查,一定不能让他如愿了,烧了别人的大棚还没赔钱呢,还想到处投资,门也没有。 你来干什么?开门的是杨冠宇,他没想到钟向辉会登门,因为之前钟向辉向杨良平汇报工作都是在办公室。 我找杨书记有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在镇上?钟向辉问道你等一下,我问问我爸。 杨冠宇根本就没有搭理他的问题,直接把门关死了,把钟向辉关在了门外。 几分钟之后没有打开了,杨冠宇把钟向辉请到了楼上杨良平的书房里,这还是钟向辉第一次进杨良平的书房。 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办公室去说吗?快点说,我要休息了。 面对钟向辉的造访,杨良平很不悦。 球员下午又给我打电话了,开始催钱,我想问问这是该怎么回复他,他可能快等不及了,而且他告诉我说他又飞去了其他国家,你就是派人去找他也找不到。 钟向辉说道,这个女婊子养的东西,你是不是遇到陈涛敏了? 他把这事儿也告诉了陈涛敏,让陈涛敏给我施加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那些前一时半会儿真的凑不出来,你能不能好好替我说说话,你想要什么东西,升官发财尽管直说。 只要我能帮你的,一定会帮你,你也帮我拖延拖延,我知道耿小蕊和你都能让他暂时停一会儿,让我喘口气。 杨良平这话说得有些低声下气,这还是钟向辉第一次见他服软。 尽管杨良平有这种表态,可是钟向辉并没有打算帮他,拖延不拖延时间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眼下的机会他不能不利用。 杨书记,有件事情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钟向辉问道。 你说,什么事儿? 嗯,这是我也是听耿小蕊说的,因为耿小蕊一直都在调查球员,所以他那里的消息比较全,球员和陈涛敏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这是你知道吗? 钟向辉问道。 杨良平听到钟向辉这句话,一时间没有明白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他死死地盯着钟向辉好一会儿才说道。 刚才这话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不同寻常? 钟向辉此时就明白了,陈涛敏和球员之间的暖昧关系,杨良平果然是被蒙在鼓里的。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情侣关系,而且好像还一起谋划过出国,只是没想到后来事情有了新的变化,球员看上了杨冠宇,把陈涛敏给甩了。 钟向辉淡淡地说道,这是你有证据吗? 证据的话,很好找吧,球员在山庄有一个狠信得过的助手,叫白雪,他应该知道球员的全部事情,不信的话,把他叫来问问就是了。 钟向辉淡淡地说道,球员和陈涛敏的事还有谁知道?杨冠宇知道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钟向辉心里明白,自己只需要点燃一根导火索,剩下的事情是烧是炸,就看杨良平怎么选择了,陈涛敏这个混蛋一直仗着杨良平的背景关系,在城关镇横行霸道,陈文明现在几乎不上班了,所以,陈关镇只有镇长没有书记,借着这个机会,他算是帮了陈文明一把。 先不说这事,先说球员,怎么才能稳住他,你给我出个主意,我不会亏待你。 杨良平问道,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点,放过耿家。 钟晓阳淡淡地说道,放过耿家,你说的是耿承安耿小蕊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谈不上放过不放过,我好他们就好,他们好我也好,你是不是搞错了? 还是听了什么传言了?杨良平问道,是吗?杨书记,咱做人可要讲良心,这么多年来,耿家没少帮你,你们的事,耿小蕊基本上都告诉我了,所以,一旦耿小蕊出了任何问题,我绝不会不管,你现在也不要给我什么承诺,我只要耿小蕊和耿承安平安就行,至于球员那里,我会尽力帮你拖住,但是筹钱的事,你还得快点。 钟相辉说道,钟相辉说完这些话,站起来就要走,他不想和杨良平多待一分钟,该说的话说完就可以走了。 等一下,钟相辉,经过这事,咱们也算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吧,你放心,只要过去这一关,有我在云山县一天,我就会一直照着你,陈涛敏这个混蛋让我很失望,你刚刚说的那事,我会去调查,如果是真的,我绝不会饶了他,这个家伙绝对是坏透了。 杨冠宇去桃花镇山庄也是他引诱去的,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让他这么处心积虑地报复我。如果不是他,也就没有球员现在这事了。 杨良平恨恨地说道,杨书记,你不是开玩笑吧,我一个小小的科员怎么敢和杨书记上一条船呢? 钟相辉笑笑说道,杨良平听他这么说愣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陈涛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不是于再在扶贫办主任的位置上继续待着了,反正也是站着毛坑不拉屎,就让他早点回家吧。 钟相辉明白,杨良平这事在向他是好,但是他一直有个心结,那就是杨良平对耿小蕊到底会怎么样,周围山今天的动作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可能只是一个试探,接下来会出什么事没有人能够预料到。 谢谢杨书记,不过这样不太好吧,我参加工作没多长时间他就是正科了,提拔得是不是快了点? 钟相辉问道,虽然杨良平心里恨得牙痒痒,但是此刻还不能撕破脸皮,还指望他能够拖住球员,多拖一天,自己就多一天的机会。 我一直认为你是有能力的,只要把你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一定能够干出成绩来,但愿你不要让我失望,但是眼下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帮我拖住球员杨良平说道。 杨书记,这事我不敢保证,我只能是尽力而为,他现在已经找了陈涛敏,还可能会找其他人向你施压,这是你得重视。 钟相辉说道,我知道,你帮我办好,这件事就行了,其他的事你不用管。 杨良平说道,钟相辉离开杨家之后,杨冠宇被叫进了书房,杨良平想要详细地知道自己儿子和球员认识的整个过程,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如果不是钟相辉今天告诉自己陈涛敏和球员的事情,他会一直蒙在鼓里。 陈涛敏和球员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过去这几年,他们一直都在勾勾搭搭搭吗? 一想到这里,杨良平的背弃的心口隐隐作痛。 你这个混账,陈涛敏这是在坑你,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杨冠宇把自己和球员认识的全部过程都告诉了杨良平,杨良平更加地生气了。 爸,有件事我想问你,我听别人说你和球员之间有什么关系,是真的吗? 杨冠宇怯切切地问道,滚,滚出去,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杨良平非常懊恼地吼道,从自己老爸的态度就可以猜到那个传言是真的,他真是没有想到球员会是这种人,不但和自己睡了,居然还和? 自己老爸睡了,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那可真是丢了大人了。 最要命的是他还怀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他还给自己老爸生了个儿子。 这些传言慢慢地在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不用印证也可以猜到这就是真的。 周围山郊区的别墅里,他和林文龙相对而坐,桌子上摆满了韭菜,但林文龙依然气愤难平,众目睽睽之下,居然被钟向辉打了个嘴巴子。 大哥,这个仇不报我就不姓林,钟向辉这个混蛋,我早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林文龙气愤难平地说道,老弟你先消消气,现在最要紧的是要稳住钟向辉和耿小蕊,不要耽误了杨书记的计划。 如果打乱了杨书记的计划,你我都担待不起,所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到把杨书记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你想怎么收拾他都行。 周围山给林文龙倒了杯酒,说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做,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 那件事要慢慢地来,不能急在一时,我们又不是用炸药炸房子,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见笑呢? 周围山笑了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让钟向辉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柯杰和林南晚上居然没有回到县城,也没有回省城,而是在前王镇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钟向辉先去了扶贫办,本来没打算再去前王镇,可是刚刚坐下就接到了柯杰的电话。 钟向辉,你今天还来前王镇吗? 我和林南昨晚在这住了一晚上,景色还不错,晚上也很安静,尤其是看朝阳和夕阳,特别美,我们决定在这里继续考察,你还来吗? 柯杰问道我以为你们回省城或者去红山了呢,还没走啊,那行,你们等着吧。 我这就去前王镇,你问你那个朋友了吗?有多大的投资意愿? 钟向辉问道。 投资意愿肯定有啊,要不然我们早就走了,之所以考察得这么仔细,就是想衡量一下,如果在这里投资的话能有多大可能赚钱。 柯杰说道。 那就是有门呗,你们等着吧,我马上就到。 钟向辉非常兴奋地说道。 如果能让林南在前王镇投资民宿,那么就可以把前王镇的经济带动一下,尤其是把前王老宅修缮一下,改成前王庙,制造一下噱头,很可能就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如果前王镇再有高级民宿,那么前王镇以后的旅游资源就不愁了。 其实钟向辉来扶贫办之后,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工作,就是按照勤奋前妻对各个乡镇贫困情况的调查提出的建议方法,稳步推进就可以了。 前面扶贫工作,之所以没有什么进展,就是因为在执行力上出现了问题,所以现在钟向辉把这些人都撒出去,不让他们在办公室听报告,那么很有可能就能督促勤奋的那些建议,得到实施和落实。 那么,扶贫工作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前往前王镇的路上,经过麒连镇,钟向辉本来没打算停下的,但是想到了昨天周围山在工地上的挑衅,于是开车进了麒连镇镇政府。 齐书记今天没在吗?钟向辉问道。 齐书记去县里开会了,杨镇长在呢? 办公室主任将钟向辉带到了杨镇长办公室。 杨镇长你好,我是县扶贫办副主任钟向辉,本来想去前王镇,路过你们这里进来看看。 钟向辉向这位中年大叔伸出了手,说道。 钟主任你好你好,我早就听说了,扶贫办来了一位新的副主任,没想到这么年轻,请坐请坐。 杨镇长很是客气地将钟向辉让到了座位上。 杨镇长,您客气了。 钟向辉说道。 他环顾四周,看了看杨镇长的办公室,不得不说,这是他见过的镇政府办公室里面最豪华的,比老胡镇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还要豪华。 杨镇长,这办公室装修得不错,看来你们齐连镇还是很有钱的吗?但是好像扶贫工作开展得不是很顺利,在权限也是倒数的吧。 钟向辉问道。 杨镇长又不是傻瓜,听钟向辉这么一说,这话里有刺耳啊,于是急忙解释道。 镇政府装修没有花国家的钱,都是企业赞助的。 是不是镇政府这栋楼也是企业赞助的? 钟向辉问道。 这个倒不是,不过是一家企业垫付的资金,到现在还没有还上呢,慢慢还吧。 各地地方政府都是债台高筑,也不差我们这一家杨镇长倒是挺看得开。 杨镇长,你说的这个企业是不是周围山的企业,周围山也算是你们真的首富了吧。 可能马上就要成为云山县首富了。 钟向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笑笑,问道。 没错了,是周围山,你也认识他。 认识,昨天还见了一面呢,虽然闹得不是很愉快,但总算是见面了。 以前是只闻其人不见其面,所以今天正好路过周围山的老家,就过来镇上看看。 听说周围山在老家乐山好施,捐助了不少路啊桥啊之类的,我以为这个镇政府也是他捐的呢。 钟向辉话里有话,而且很不好听,但杨镇长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一直没有变脸色,只是耐心地解释。 周围山做企业的确是很成功,也为我们镇上捐助了学校,修了桥,修了路,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杨镇长非常认真地解释道,是吗?周围山是什么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居然没有做到县里去,如果不是周围山去县里发展了,我还不知道他做企业还是一把好手,可我一直很好奇,他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今天路过,正好也查查问问。 钟向辉说道,这个吗,主要是一些沙场,还有建筑材料的企业。杨镇长解释道,杨镇长,如果这些企业收购, 周围山这些企业可都是正规企业,有营业执照,有开采许可证,镇上贸然收回来,这不太好吧。 如果周围山告镇政府,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要讲契约精神啊。杨镇长非常严肃地说道,钟向辉闻言笑了笑说道,杨镇长啊,你别当真,我和你说着玩呢,这企业哪能说收回来就收回来,如果人家是有正规手续,我们还要为人家提供服务呢,不可能招令西改,对吧? 钟向辉在齐连镇待了不到一个小时,继续开车前往前王镇,但钟向辉和杨镇长的对话已经让齐连镇掀起了惊涛骇浪,钟向辉刚刚离开,杨镇长就给周围山打了电话,把钟向辉在这里说的那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周围山。 这个混蛋想干嘛啊,周围山一下子愣住了。他没有想到钟向辉会去齐连镇,还和杨镇长说了这么一番话,这明摆着就是冲着他来的,所以周围山的眼神里慢慢充满了杀鸡。 老周,这是你得放在心上,我看他来者不善,听说他在县里也很有关系,如果万一被他盯上,我们可就麻烦了杨镇长非常担心地对周围山说道。 你放心吧,有我呢,这是我来处理,你不用管了,谁挡我们的财路就让谁去死。周围山恨恨地说道。 那行,这是你来处理吧,等书记回来之后,我和他再说一下,不行的话,我们碰个面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杨镇长心里有些毛了。心里发毛的,不止杨镇长一个人,还有陈涛敏,一大早他就接到了杨良平的电话,让他去桃花镇山庄见面。 如果是汇报工作,肯定就去县委办公室了,但是杨良平居然把他约到了桃花镇山庄,这明白着就是因为球员的事情,但他还不知道他和球员那点事早已经被中向灰卖给了杨良平。 心里虽然忐忑,但依然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桃花镇山庄,此时杨良平已经在包厢里等着他了,当陈涛敏走进包厢的时候,发现白雪也在,而且是跪在地上,他暗暗觉得有些不妙,但这个时候已经出不去了,门口被人把住了。 陈涛敏,你跟着我做秘书有几年啊,杨良平头也不太抬地问道。 杨书记,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陈涛敏怯怯地问道。 回答我的话。杨良平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哐的一声摔在了地上,白雪和陈涛敏都被吓了一跳。 杨书记,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陈涛敏此时还想不到杨良平恼火的是什么事儿,还以为,自己工作上做错了什么事情呢,但是又想到既然约来这里见面,肯定不是工作上的。 又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白雪,他的脊背一阵发凉,难道自己和球员的事情被杨良平知道了吗? 你告诉我实话,你和球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都做了什么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一字不落地告诉我,否则的话,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你这个混账,忘恩负义的东西,居然背着我干出这种事来,你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杨良平的恼火可想而知,陈涛敏听他这么说,心里挖凉一片。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陈涛敏跪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把他和球员之间的事情都告诉了杨良平,当然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得了球员身上,说球员勾引他,他是喝醉了之后才被球员给骗了。 他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在杨良平身边时刻为他探听消息,就这么简单。 杨书记,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陈涛敏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求饶道。 你以后再也不敢了,你觉得还有以后吗?现在球员去了哪儿你不知道吗?杨良平愤怒地问道。 因为在他看来,陈涛敏和球员很可能是穿一条裤子的,但是陈涛敏跟了自己这么多年,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如果贸然对他下死手的话,他很可能会把自己很多事供出去。 到时候得不偿失,所以即便是在恨他,目前来说也得先稳住他你自己想想这事该怎么办。 杨书记,你说吧,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一切都听你的,我真的知道错了,希望你能原谅我。 陈涛敏听出来。 杨良平的话里有可以商量的余地,悉行几步抱住了杨良平的腿说道。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让球员回来,如果他能回来你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就当那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如果他不回来还仗着自己在国外,我奈何不了他,一直威胁我,陈涛敏,我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你就等着吧。 杨良平说道。杨书记,这事恐怕有点难啊,他现在谁的话也不听。 陈涛敏,我现在不想听理由,我就要一个结果,你如果不能把他叫回来,你就别想过好日子,你这辈子就完了。 杨良平说完一脚,把陈涛敏踹在地上,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杨良平走后,陈涛敏慢慢爬起来,看到了还在地上跪着的白雪,恶狠狠地问道。 是不是你告诉他了,我哪里得罪你了,球员对你不薄,你怎么能告密呢? 陈镇长,真的不是我说的,这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早晨杨书记来了之后就把我叫来了,给了我几个耳光,问我你和球总的关系,我觉得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哪敢不说啊,我不说的话他能打死我。 白雪哭诉道。陈涛敏想了想白雪没有举报他的理由,而且球员对他也不错。 那么这就说明杨良平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和球员的关系,之所以找来白雪,只不过为了印证一下而已,那么到底是谁告诉了杨良平自己和球员的关系呢? 他忽然想到了昨天晚上在杨良平家门口遇到的钟向辉,难道是他吗? 自从陈涛敏到了城关镇之后,陈文明仿佛就被打进了冷宫,杨良平对他也不待见,虽然没有免去他党委书记的职务,但是他说的话在城关镇已经没有人听了。 所以,当县委办打电话通知他到县委办公室的时候,他有一些错愕,此时他正在陪着陈霖上辅导班,女儿快要高考了,他一刻也不敢耽误。 到了县委办之后,他才知道是杨良平要见他,于是跟着秘书方向迪进了杨良平的办公室。 杨书记,您找我,陈文明小声问道,文明来了,坐吧。杨良平起身将陈文明让到了沙发区。 陈文明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但是心里也在隐隐担心自己这个党委书记的职务恐怕也保不住了。 最近这段时间工作怎么样,杨良平在明知顾问,他就不信杨良平不知道城关镇的情况,你杨书记的秘书已经快要成为城关镇的土皇帝了, 你居然还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有些事情不能明说,更不能直白地说,官场上就是这样,虚虚实实,虚与伪移。 只要能把事对付过去就行,没有必要较真,领导这么问你,就是在给你面子,给你台阶下,你要识去还可以,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 陈文明非常认真的回答道,一个装傻,一个装聋作哑。 嗯,那就好,今天找你来呢,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就是陈涛敏最近可能有一些工作需要他做,所以,镇上的事情就由你主抓起来,你是党委书记,要有担当意识,把班子带好,把工作做好,城关镇是我们县最大的一个镇,也是税收贡献最大的一个镇。 如果城关镇的工作没有做好,那么,我们县的财政收入是要受影响的。 杨良平的话,让陈文明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瞬间,他就明白,陈涛敏可能要高升了。 本来他是想问一句的,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 杨书记你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好,绝不辜负您的信任。 嗯,那就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们镇上镇长这一职,暂时我不派人了,有你书记兼镇长把工作做好,不要给我掉链子。 杨良平说道,陈文明虽然心里狂喜,但是表面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只是点头,然后做了一堆承诺,任何人都知道,这些所谓的承诺,不过是面子上的事,到底能不能做到,那是以后的事,但是眼下这话不能不说。 陈文明走后,杨良平让方向迪把组织部长等人找来补了一个决议。 这些人和一脸诧异的陈文明一样,也是非常震惊,他们都没有想到杨良平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前秘书下手,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打听。 别人可以不管不问,但是作为组织部长的爱杨平,不能不说话。 杨书记,那陈涛敏怎么安排?你看一下市里有没有培训班,让他去上一下培训班吧。 杨良平说道。 爱杨平文言一脸地为难道。 杨书记,现在市里没有培训班,省里倒是有,要让他去省里吗? 去省里不行,太远了,既然没有培训班,那就让他到老胡镇找一个村挂职第一书记吧。 杨良平说话不容置疑,爱杨平还是不知道陈涛敏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杨良平。 杨书记,这不合适吧,他现在是一个政科级干部,让他去村里挂职第一书记,这个。 有什么不合适的,还有局长去挂职第一书记的呢? 你就让他去,这个混蛋,不知好歹,忘恩负义。 爱杨平看着一项温文尔雅的杨书记,居然报了粗口,而且还骂得这么难听,就知道这是没有缓了。 云山县官场,就这么大,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传遍整个圈子。 陈涛敏,被一路到底而且,被赶到五贤庄村挂职第一书记的事情,迅速就传遍了整个云山县。 官场圈子钟向辉,是接到了陈文明的电话之后,才知道的。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现在很多人都在猜,但是猜不到陈涛敏到底怎么惹到杨书记了。 陈文明说道,钟向辉文言一愣,这才知道杨良平没有忍下这口气,而是去找陈涛敏算账了。 并且把陈涛敏一路到底,这下算是出了一口恶气,陈涛敏这个家伙仗仗着背后是杨良平,不但是在城关镇横行霸道,平时为人处事也不是什么好鸟。 所以他这次栽了,并没有人为他感到教区。 没有人为他教区,不代表没有人对这里面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各种八卦新闻分支踏来,而且传得越来越离谱,但是新闻具有时效性,这件事情慢慢就过去了。 领导的事情咱不知道,还是别乱猜了。 中相灰淡淡地说道,我也没想猜,但是我现在在城关镇身间党委书记和镇长两个职务,根本就忙不过来,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回来帮我。 陈文明说道,陈书记,谢谢你,这事还能想着我,但我想了想还是算了,我刚到扶贫办,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能做点踏踏实实的事情, 陈光镇我就不去烫这趟浑水了,从那里出来的再回去实在是太丢人了。 中相灰的借口虽然很烂,但陈文明也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不想来就不想来吧,这事不能强人所难,而且陈光镇镇长这个位置热门得很,不可能让陈文明长期兼职,很快就有新的镇长上任,中相灰才不愿意去出这个眉头呢。 那行吧,我明白了,本来我想着咱两个搭档可能比较对把式。 陈文明笑笑说道,挂了电话,中相灰愣了一下,然后这才和科姐理难继续考察,虽然他兼接帮了陈文明,但是却不能告诉他。 陈涛敏这个时候应该也在想,这到底是谁向杨良平举报了他和球员的关系,所以一旦查清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但愿杨良平还能讲点良心,没有把自己给卖出去。 中主任,昨天晚上,我把拍的视频和照片以及我的一些想法发给了我们的股东,我们开了个电话会议,他们都觉得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想再过来看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这里投入巨资打造一个精品民宿基地。 到时候这些老房子的租赁谈判,还需要政府部门能够给我们支持。 这些老房子你也看到了,有的已经塌了,需要。 重新建,有的可能还能利用一下,在租金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优惠。 李南说道,这个没问题,只要你们愿意投资,这些事情你找我,我负责帮你协调。 钟向辉说道,你别把事懒得这么快,到时候办不了怎么办。 柯杰提醒他到我能办了的事,我会尽快办。 我办不了的事,我去协调,该找关系找关系,该找领导找领导,你放心吧。 只要你们愿意投资,让我们做什么都行,这里的老百姓太穷了,要帮助他们把经济发展上去,你们就是活菩萨。 钟向辉说得很动情,但也很在理。 钟主认你严重了,我们来投资是为了赚钱,可不是来当活菩萨的。 你这么一说,把我们架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那我们哪还敢来投资啊? 李南开玩笑道,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 钟向辉急忙纠正道,钟主任,还有一件事,在我们决定投资之前,你要保密,因为一旦决定要投资了,这里的老百姓可能会做得起价,而且我们也不想直接从老百姓手里租房子。 我们想从村委会或者是镇政府手里租,前期的房子,腾退租赁工作,由你们去办,不然的话,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消耗在和老百姓讨价还价重了,这样很耽误时间。 你们是本地的干部,这种事情你们办起来得心应手,但我们就不行了,我们是外来的,他们不相信我们,我们也不信他们。 李南说道,好,这是包在我身上,我去协调处理。 钟相辉说道,三个人一起回到了县城,柯杰没有打算回省城,而是留在了云山县。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和钟相辉的关系得到了缓和,这让他看到了希望,所以赖在这里不走,时时刻刻想陪在钟相辉身边,但这并不是钟相辉想要的。 你住哪儿,能去你家里看看吗?你不会是住在耿小蕊家吧?这么快,就当上门女婿了。 柯杰问钟相辉道,我自己在县城租了套房子,但我基本不会去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耿小蕊在一起,你还不回省城吗? 钟相辉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又一次堵住了他希望的大门,他不想给他任何希望,那样是在浪费两个人的感情和时间。 现在整个云山县最丢人的就是陈涛敏了,从杨书记最宠爱的下属,到一路到底赶到了村子里,还有比这更丢人的吗? 陈涛敏到了武贤庄村,老书记把他领到了村委会,村委会主任林文龙已经在等着他了,他们是老乡时,所以陈。 涛敏到了这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如果去其他村,可能还不如这儿呢。 至少林文龙和杨良平还是有些关系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现在因为杨书记生气了,陈涛敏说不定哪天就会东山再起,重新成为杨书记的眼前的红人,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烧冷灶,期待着他哪一天重新获得杨良平的重用。 老书记把陈涛敏带到了村委会之后,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因为他和陈涛敏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关系,更没什么话可说,既然人家是来挂职第一书记的,他这个老书记就应该拾去点,躲得远远的。